嗨 大家好 我是卓 好久不見 冤親債主這個詞彙大家不陌生吧 這個詞源自佛道教 指的是在前世今生與我們有因果關係的人 不論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關係 而這些關係所結下的恩怨情仇 會在這輩子以各種形式出現並影響著我們 也因此我們人類很害怕遇到所謂的冤親債主 覺得他們就是來討債的 但其實我覺得若你的冤親債主 這輩子也是當人 這真的還好 至少你可以在三圍世界跟他周旋 不過呢 如果你的冤親債主是在二圍度的靈體呢 看也看不到 摸也摸不著 你該怎麼辦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一個 冤親債主 那今天的故事來的很有緣 六月初時有一名網友跟我分享他的親身經歷 他的故事超精彩 但是篇幅並不長 我就是想著這樣湊不滿一篇嘛 可那等下之後有類似的題材在一起湊一個合集 結果哪知道我的好友溫蒂 是的 就是在七星談遇鬼的溫蒂 還在端午節竟又出事了 而且也跟冤親債主有關 剛好湊一集 馬上開拍 所以今天一共會有兩篇故事 都是我熱騰騰剛拿到手的 兩篇都很好看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 冤親債主 鬼是路 第一個故事先來分享好友溫蒂的事情 故事比較短 因為很快就順利解決了 六月八號晚間八點 我很突然的收到了一條訊息 我好像被嚇到了 是我的好友溫蒂傳來的 看到這句話我愣了很久沒有馬上反應過來 接著溫蒂打通電話給我 重新附送了一次 桌 我好像被嚇到了 這怎麼一回事 溫蒂說他們家每到三節 就會去祭拜祖先 以往都是他爸爸一個人去 但因為近期爸爸身體不好 所以今年他有陪著一起去 這是溫蒂從小到大 第一次去到祭祖的地方 六月八日 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一早起來溫蒂梳醒完後 直接跟著爸爸出門 車子開了很久 終於到的應該是靈骨塔的地方 會在金山基隆一帶 那為什麼溫蒂不能確定他去的地方 是不是靈骨塔呢 理由是這個地方 跟他以往去過的塔相差甚遠 他裡面不是一個塔位一個塔位這樣的 反而他看到的是一大堆祖先牌位 第一次到這裡 身心怕鬼的溫蒂有點小緊張 他也不敢亂看 只敢默默跟他爸爸身後 爸爸拜拜 他也跟著拜拜 很快的自己拜就結束了 然而就在溫蒂拜完拜 即將走出靈骨塔的前一刻 不曉得為什麼他就有點恍神 然後一路上小心翼翼的他 就凝視到了其中一個牌位 溫蒂記得很清楚 上面的姓是姓林 更古怪的是溫蒂在看到牌位的一瞬間 他整個身體是麻的 接著溫蒂也不敢多呆 他快速離開現場然後回家了 接著奇怪的事情開始發生了 一到家裡吃完飯後 很怪的溫蒂突然覺得很疲倦 平時不太睡午覺的他當天異常的累 有種渾身被抽乾的感覺 後面沒想太多的他就直接去睡覺了 而這一覺他睡得並不長 大約只睡了30分鐘 可令溫蒂沒想到的是 他竟越睡越累 醒來後他整個人是軟的 完全站不起來 勉強扶著周圍的櫃子才有辦法起身 該不會是剛剛出門急性感冒了吧 當時的溫蒂是這樣想的 他緩慢走出房門想將此事告知父母 結果哪知道他一開門 家裡不知道何時來了一大堆人 男男女女有勞有少 聽父母說是他們家的親戚 因此在當下溫蒂也不敢掃興 他隨便找了個角落坐下來和大家聊天 聊著聊著 聊到一半時 其中一位男親戚就坐到了溫蒂身旁 和他攀談了起來 那親戚看起來比溫蒂大一點 長得黑黑的眼睛很大 兩人隨便亂聊 從工作聊到買房 聊到後面他們倆還站到了溫蒂家的陽台 往外眺望看風景 而就在這時 溫蒂發現了 他們家對面多出來了一塊空地 正在蓋房子 看到這樣溫蒂脫口而出 欸這裡什麼時候開始蓋大樓的呀 我怎麼都不知道 話音剛落男子回應 喔那是我家要帶你去住的 這句話聽起來也太怪了吧 溫蒂一下子愣住了 他回 帶我去住 我幹嘛去住 接著超級駭人喔 溫蒂話才講完一股推力傳來 把溫蒂半個身子推翻在陽台外 他嚇了尖嬌出聲 然後男子整個身體壓在溫蒂身上 他眼睛直勾勾的盯著溫蒂吼道 你不回家你要去哪 這句話直接把溫蒂嚇醒 原來剛剛的一切都是在做夢 他做了一個異常真實的混淆夢 醒來後來他整個身體都是汗 看了一下手機快八點了 一覺進睡了這麼久 他趕緊下床要出房門找家人 結果哪知道更可怕的來了 溫蒂的房門旁邊有一面全身鏡 有一團黑黑的東西很像黑影黑煙 然後下一秒 他感到有人在耳邊吹氣 嚇了他馬上衝出房門 跑到家人都在的客廳 然後他就聯絡我了 他想說我跟巫女朋友比較熟 先跟我講 接著在聽完溫蒂的遭遇後 我們就一起聯絡了巫女 看巫女有辦法處理 之後呢巫女就用他自己的方式處理好了 按照巫女的說法 他說溫蒂碰到他曾經認識的人 前世有一點糾葛 那個人也姓林 至於是不是排位上的那一位呢 巫女沒有多說 但我和溫蒂都覺得 可能有這麼一點關係吧 接下來下一則故事來自網友小魚的分享 恐怖度我給3到4顆星 按照小魚的話說 這篇故事有點類似於櫻桃花 但涉及到的更廣 詩情發生在2014年 當時小魚剛換了一份工作 職業是美容師 這份工作每週五是休息日 而在剛開始工作的第一個禮拜 上位熟悉新工作環境的小魚 簡直累的不行 他也因此累到當週的休息日倒家不起 完全沒有出門的興致 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而當天在家耍飛的一切都很舒心 直至午後小魚準備睡午覺 當時的小魚在午覺時 做了一個極其古怪的夢 夢裡的小魚夢到了一位男子 男子的模樣看不太清 只知道他個子很高 皮膚很白皙並戴著眼鏡 那位男子在夢裡不斷親吻 撫摸小魚 甚至在夢裡面 兩人還發生了親密關係 夢境異常珍視 醒來後的小魚整個人是懵的 說來也挺害羞的 但當時的小魚 以為自己是在做春夢 沒有往其他方面想 後面仔細想來 好像一切可怕吊詭事件的開端 就從這裡開始的 之後的幾天 小魚正常上下班 期間都沒有發生奇怪的事 工作很忙碌 下班回到家後就很難有開啟同居生活 小日子過得蠻充實的 而漸漸的小魚也忘記了那個夢境 遲到一周後 同樣是周五休息日 工作的第二周 小魚還是沒有緩過來 一到休息日他就想休息 而當天他跟前一周一樣 沒有出門 待在家耍廢睡午覺 結果同樣的 不曉得是不是巧合 總之超級詭異 他那天睡覺又做夢了 夢裡又出現了那名高高瘦瘦白白淡眼鏡的男子 那男子不停在親吻抚摸小魚 整個夢境跟上周非常的相像 唯一不一樣的是 這次小魚在睡著前一刻有聽到一聲很尖銳 類似耳鳴的聲音 那這次醒來 小魚雖然覺得有點怪 但他並沒有往靈異方面去想 只覺得說自己換工作壓力太大了 後面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小魚從來沒有把他曾經做過春夢 夢裡的男人都同一個人這件事情當一回事 正常來講也不會有人想這麼多嘛 他怎麼也沒想到 其實他的生活已經悄然發生改變了 等到他發現時已經有點嚴重了 那一天又是一個週五休息日 連續和朋友玩了一個月 小魚也有點累了 加上朋友當天有事情 小魚索性就在家裡休息 休息日人做的事情也就那樣 不外乎看劇發呆睡午覺 而就在小魚午休到要睡覺之時 又來了 和前一個月一樣 他的耳朵 的一聲又耳鳴了 那聲音又響又大 回答整個腦袋都很障痛 更可怕的是 當時的小魚無法確定自己有沒有睡著 你們有過這樣的經歷嗎 感覺自己已經睡著了 但你又清楚可以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麼 響起聲又起不來 當下的小魚就是這樣的 整個人陷入一種睡眠癱瘓 鬼壓床的境界 隨後就在小魚有點焦慮時 開門聲響起 一個男人打開了房門 並走上小魚的窗 小魚清楚的知道又是那名男子 男子走到小魚身邊 俯下身 指指盯著小魚 看到這樣全身動不了的小魚 首先發生了 他問男子 你是誰 找我有什麼事嗎 是你一直在我夢裡出現的對吧 聽了小魚的話 男子露出了一絲詭訣的笑 並講了一句超級超級毛的話 他的話男子的聲調語調 小魚到現在都還記得 男子說 你好久沒有在這個時間睡覺了 話一講完小魚嚇瘋了 他用盡全力從床上跳起 雖然不確定剛剛是不是夢境 但男子的話讓小魚心有餘悸 所以他是什麼意思 難道那名男子一直在自己身邊嗎 而且這時候小魚才突然意識到 自己每次夢到男子都是在周五的午休 這個時間點他男友不在家 所以夢男是只有在他獨自睡覺的時候 才會入夢出現 與此同時小魚也想到了 他最近在服務一位熟客時 那位熟客在看到他的第一眼 有說出這麼一句異味深長的話 妹妹你磁場怪怪的 要不要去廟裡看看 以上種種事件串聯起來 小魚終於察覺到事情不單純了 好像有到髒東西了 於是他馬上聯絡朋友講這件事情 請朋友隔天下班帶他去收金 而收金的過程也蠻順利的 宮廟的師姐看到小魚的第一眼 就直說小魚是卡到陰了 不難處理 隨後在一頓宗教儀式過後 師姐又拿了一張符 交代小魚回家化掉喝符水 並拿符水噤聲 而當晚回家小魚也照做了 好事情到了這裡 一切怪事禮當結束了對吧 畢竟師姐也說了沒事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並沒有 反而可以說這只是開始 就在小魚按照師姐的話做好一切後 起初他還以為都處理好了 他還很心安的與男友一起玩電腦 結果誰知道呢 在玩到一半時 很突然的小魚的脖子很痛 刺刺痛痛的 伸手一摸 竟摸到了腫脹感 嚇著小魚趕緊照鏡子 指尖鏡子裡 他脖子的右邊出現了三根浮腫的手指印 看到這樣小魚一開始以為是過敏 他也沒多管的繼續玩電腦 然則才剛過五分鐘 他脖子的痛感越發明顯 於是小魚再度衝往鏡子觀看 這一看不得了 細思極控的 小魚的左脖子也浮出了一根手指印 左右兩邊夾起來 就像是有人單手掐他脖子 而且是很大力的掐 整個脖子都腫起來了 遇到這麼吊詭的事 屁股翔也知道一定是好兄弟還沒趕走 他馬上將此事告訴男友 並在隔天一早聯絡了遠在高雄的媽媽 問媽媽我們認識的老師 自己好像卡到了 而由於小魚害怕父母會擔心 所以其實在當下他並沒有跟媽媽吸收施法經過 只說了自己需要幫助 不過呢父母心嘛 光聽到自己女兒說好像被卡到了 就緊張的要死 因此在掛完電話後 小魚媽媽就立刻將小魚的照片 生成八字 住家地址 都告訴給了認識的師姐 後面小魚再次接到媽媽電話時 已經是下午了 電話一響 小魚一結起 什麼話都還沒講喔 媽媽就先著急的說 你現在立刻搭高鐵回高雄 馬上 當時的小魚還在上班 聽到媽媽讓自己立刻回高雄 也傻掉了 她回 蛤 現在怎麼了嗎 媽媽看小魚還搞不清狀況 更急了 師姐說那東西要準備把你帶走了 你必須馬上回來 媽媽的話 屬實把小魚嚇到了 她趕緊請假整理行李回高雄 然而很恐怖的是 在回高雄的路上 一切都很不平 想來應該是身旁的靈體知道了在發怒 首先小魚在一上計程車 準備出發去高鐵站時 竟突然的發起了高燒 計程車在開車的路上也著魔似的 瘋狂緊急剎車 彷彿隨時要出車禍 就感覺很像是靈體在阻止小魚回去一樣 而搭上高鐵後 事情也沒有好到哪去 小魚的身體更不舒服了 不僅一直冒冷汗 未止不住的腳痛 嘔吐感還洗滿全身 使得小魚一路上都失去力氣 只能攤在位置上 這情形直到他終於抵達高雄 見到媽媽 到了師姐所在的宮廟都沒有好轉 嚇著師姐再見到小魚的第一眼 完全沒有一絲寒暄喔 就緊急讓小魚坐在神像前 直接開始處理事情了 師姐摸著小魚的脖子 嚴肅的問 你這裡昨天是不是出現奇怪的東西 師姐怎麼會知道 在小魚還沒反應過來 師姐接著說 他是不是有對你做出奇怪的事情 哇哩咧 師姐一連串的問話 讓小魚直接傻住了 他馬上將自己的所有事發經過 都跟師姐說 並希望師姐可以幫自己 師姐在聽完後也沒有多講什麼 嘴巴開始念念有詞 像在與什麼人溝通 過了好一陣子 師姐才重新跟小魚說話 你旁邊的這位男子 上輩子跟你有姻緣關係 死後他沒有投胎 一直在找你 現在他找到了 他想要帶你走 接著師姐還說了 我剛剛有勸他和神明修行去投胎 但他不要 我跟他溝通了很久 他說除非你花一百多蓮花給他 他才願意離開 聽完師姐的話 小魚想都沒想的 就著手開始燒蓮花 而說來也神奇喔 蓮花一燒完 瞬間喔 小魚瞬間全身通暢 肚子也不痛了 也不倒汗了 自此以後 那位高高 瘦瘦 白白 戴眼鏡的男子 也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只是現在想來 小魚不免還是會覺得發戰 你們說如果再晚一點 這位冤親債主 他會不會真的做出些什麼呢 是不是很可怕 完全無法想像鬼這樣給我入夢 我真的會瘋掉 也難怪這世界上的人 都很害怕遇到冤親債主 那有點好奇 你們有人有過類似的經驗嗎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好啦那影片的最後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也希望網友小魚 還有溫蒂不要 才遇到任何怪事了 你們的故事很好聽 謝謝 但是不要再遇到了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